屬豬的朋友 今年輕微的犯太歲 這個叫害太歲 害即陷害 今年有人陷害你 即是犯小人 但幸好今年也有很多吉仙照著 包括泰陰星 泰陰是女性的貴人星 有這個星的話 代表女性的長輩今年對你非常好 如果你自己公司老闆是女人的話 那算是不錯的 同時泰陰本身都是財星 今年財星多好 但這個財星是一個慢的財星 千萬不要太急進 另外還有地解 地解是代表搬屋 有這個星的話搬遷 買樓的機會都是特別高的 要留心的就是今年有貫索星 貫索這個星是代表金錢瓜葛 今年有些拖拉 而且錢錢上容易因財失意 其實藍航的一切就會跟別人朋友回來了 世侄 啦啦啦啦啦啦 想Facepop就叻叻豬了 沒有用App看 或者用電腦看 旁邊最關注的K-POP 韓劇 眾藝 和韓星來講新聞 時事給你update